好在这边呢我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form 1到form 3呢 他有一些chapter是到了那个SPM的时候 form 5,form 4的时候都还会在考的 ok现在我针对的是form 4的学生啊 so form 4的学生呢 就是说你的学校的mid term跟final啦 那个学校老师会可能会在objective那边出form 1,chapter 2,linear equation 然后呢题目就是类似这样的 ok有分数的 然后或者是要开挂胡了 比我们form 1学的那种linear equation复杂一点点 这一种大家一定要会 然后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一种 他会出的练习 第二种呢就是他form 1,chapter 2呢 这个linear equation 2呢 他也是属于呃会出的 然后他通常都会出在paper 2 ok so你的mid term他也会出 他会出在paper 2 然后以前呢 他就是简单的出linear equation给你去做而已 然后到了后来的时候呢 啊1789的时候啊 他就会开始出应用题 14年开始他开始出应用题 所以这一种类型的应用题 你也是要会做啦 然后最基本就是你的那个 啊smultaneous equation是你要会的 ok不是man surrender 然后呃 接着我们就还有linear inequality linear inequality呢 他是有那个大过小过这样的东西 通常他都是出在objective啦 ok paper 1的那个地方 然后他通常都是出两个 那个inequality 让你去solve这两个inequality 然后你再找出他的那一个啊 答案是哪里一个 所以这个是属于form 1,chapter 7 他也是会出的一种题目 然后接着我们有这一个factorization and algebraic fraction 这一个其实他也是属于objective的题目来的 so这一种objective的题目呢 他是要你expand出来 然后或者是你这种expand出来 然后加减 然后还有那一个的 他的那个分母不一样的加减啊 这种这一个是algebraic fraction so这一个呢 通常也是出在objective 是出在abcd的这一种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会让我的学生去注重那个paper2 这样的东西的啦 然后paper2的话呢 就是说 呃像刚刚的那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是paper2 到现在为止 这些都是属于paper1的啦 像这个algebraic formula 他这样搬来搬去 然后把m变成subject 然后这一种通常他都是出在objective ok so这一些都是出在objective 然后接着这个polygons呢 这个是form2 chapter4的了 所以我们刚刚是form1 chapter6的linear equation 然后form2 chapter7的那个linear inequality 然后form2 chapter2的那个algebraic fraction 然后algebraic formula 然后接着algebraic formula chapter3 然后chapter4 polygon ok polygon的这一种找度数的这一个 不过呃他也是出在objective 如果你的那一个学校考试 是没有出在没有出paper1的情况之下 他就不会出咯 然后通常这一种我都是 呃让我的学生先把paper2的弄好先 因为paper1的objective嘛 你可以train嘛 然后paper2的都要你自己写咯 然后像这个form2 chapter5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会很注重的一个chapter 这个chapter呢他是基本上你很可能 你的老师讲哎 我form1到form3的东西有出的时候 ok平时的月稿他也会出这一种题目出来 圆圈的题目 okform2 chapter5的圆圈的题目 然后圆圈的题目 我很注重除了因为那个 呃model max会出之外呢 ok那个amx的form5 chapter1 也是圆圈 ok只是他有amx有别的formula的那一种啊 然后可是就是说你的这个圆圈的基础 你有打好的情况之下 你再去amx的form5 chapter1你就不会有问题咯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看的是那个form 呃所以你看这一题其实是amx的题目来的 spm2012这一题是amx的题目来的 然后接着我们就有form2 chapter6的surface area and volume so surface area and volume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是呃 呃讲是讲surface area and volume了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 他出的都是volume ok然后啊通常就是两个合起来找他的total volume 再不然就是像这一个 他原本是一个con里面一个cylinder拿掉 剩下多少的volume 这样然后这一些呢都是我觉得相对容易的 比较难的呢就是说他给你他的volume是584 然后他叫你找af这样 就是说其中一个volume 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你要找出他的 那个其中一个长或宽或高这样的东西 这种变化题就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呃 这个volume呢 这一刻基本上考试 不会给你formula的啦 你自己要知道那一个 cylinder的volume是pi aspect h 然后con是1%pi aspect h sphere是那个四五三拍啊 cube ok 这一些formula你不记得的话 你要去背 ok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一课的练习 所以你在准备那个migterm的考试 form1到form3的部分的时候呢 呃我会注重让你们背 那个swa 那个form1 chapter6的semarthenic equation 然后form2 chapter5的那个圆圈 还有form2 chapter6的这个 ok volume so volume你要去把那个formula 背回一下 ok不然你这个东西你不会做 然后过后呢 我们这一些都是volume 然后这个form2 chapter11的transformation呢 他就有translation rotation reflection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呃 甚至是还有enlashment啦 但是我的学生我form2的时候 我就叫他们enlashment了啦 可是课程里面是要到form5的时候 他才shareenlashment 然后这一课呢 呃 呃你的基础也要打好啦 因为form5有一刻是这个的延伸 ok 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的是这 所以所以所以这个你自己也要懂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个呃我少放了一课 form3 chapter1也是 ok form3 chapter1的那个indices ok 他也是属于sbm会出在objective的题目 然后呃刚刚的那个transformation 也是objective的题目 form3 chapter1也是indices 的那个也是属于objective的题目 然后那一种呃 indices呢他除了在呃 啊paper1会出之外他你有拿amx的学生 你也可以加强那个indices 那一课 因为呃mx的form4 chapter4就是indices 然后他还有set还有lock 所以你的indices要打好 然后standard form哦 okstandard form这个东西 呃他就有那个significant figures啊 然后还有那个啊standard form啊 这样的东西signific notation 这样的东西so这个通常是objective啦 然后这一些呃计算机 其实也可以按得到的ok 然后接着我们有angle of elevation and angle of depression 这个是form3 chapter5的东西来的啦 然后呃这个东西嗯嗯 以前以前旧的课程里面 他是form4的一课 像这一个signific notation的 这个center form也是以前form4的一课来的 这个也是以前form4的一课来的 所以他这一个向上看向下看 然后要用大castle的这种题目 也是属于spm会出的那一种啊 objective题目 ok 然后过后呢 我们再来看的这一个是啊 这一个这一个 这个也是objective的题目来的 circle angle 就是说我们在那边有tangent啊 然后有那个什么啊 呃火箭的形状啊 然后有那个butterfly的形状啊 这些找角度的 但是这一个呢 其实他也是属于objective的题目啦 abc的题目 所以呃然后这一些是objective的题目 然后啊 还有一种题目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 是plan and elevation plan and elevation就是你从前面看 然后上面看 然后左边看右边看 那个他要你画出来的这个东西 嗯 呃通常form5的时候会问啊 ok form4的考试final 我有看过老师问 然后在migterm问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ok 因为这种题目改也比较麻烦吗 在spm他改的时候 那个老师是他给他们一单一张纸 那种透明的 然后开盖上去看一样还是不一样 然后刚刚那个是属于paper tool 然后接着呢 我们还有这个street line直线 啊直线这个y等于mx加息的 form3 chapter9的y等于mx加息的 这一刻呢 他呃通常migterm或final 老师讲啊form4有出的时候 他会出这个的几率很大 然后的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呢 也要把这一刻弄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刻是我们的mxform4第7刻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form4第7刻 so那个mx的form4第7刻 geometric coordinate 是他的延伸 所以你的这一刻 那个modermax的这一刻 你的这个基础 ok的情况之下 你去到那个 啊form4的mx 的那个第7刻就有帮助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会啊 要我的mx的学生 把modermax加强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啊这一些他是 对你的那个mx是有帮助的 ok好 所以这一些chapter呢 就是form1到form3 通常spm旧的啦 新的syllabus我们只有一年 然后呃他有一些 呃objective的题目 他也有去到那边 然后有一些objective的题目 他也没有再出 然后呃 可是在这一边呢 呃就大多数原本 paper2有出的题目 他在这一次 他在新的syllabus的 那个考试的 mx的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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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x bmx的bmx的bmx也是有出啦 所以当你的学校老师跟你说 那个呃 什么form1到form3的课程 都会有出的时候呢 他就是讲着这些课 大多数都是这一些课 然后在这些课里面呢 我有几课是要你们加强的啦 simultaneous equation 然后你的那个simultaneous equation 你加强了他对你的那一个呃 form3 他对你的那个form4 mx的chapter3 那个mx的bmx的persement serenta Simultaneous equation 3Unknown 那边有帮助 然后过后圆圈 ok form 2 chapter 5 圆圈 然后那个也是有帮助 然后过后呢 那个 volume volume 的那一个呢 其实是你真的是要打强他的基础 因为你到了那个 mx 的 form 5 chapter 2 的时候 dy dx 你要懂那些 formula 是什么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什么东西是 paper 2 的了啊 刚刚还有一个是属于画那个 pain and elevation 的那一种哦 然后的那个整体整个画完的那一种 呃去年的 spm 我有去考 然后我记得他考题 他是没有叫你整体画完了 就是那个十字架他给你 然后他斜那边给你 他给你 pen 然后叫你画 x 跟 y 这样 ok 然后其实也是画 x 从 x 看从 y 看 这样而已 然后最后一样呢 就是这个这个是 straight line 啦 y.mx 加 c 的这个东西 这个你一定要加强 这个对你的那个 呃我我我可以这样跟我的学生讲 我们在 呃 phone 4 的 modern max 跟那个 mx 上半年的时候呢 都是在讲着那个 呃 quadratic 的东西 y.mx 加 c x square 的那个 很多都有都是在讲的那个东西 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 都是在直线 到了 phone 5 的一些 chapter 也是在直线 就是说他的那 y.mx加 c 他有很多的变化的 chapter 从那边延伸出来的 那个 linear law 啊 mx 的 linear law 啊 mx 的第六课 phone 4 第六课 然后还有那个 mx 的 phone 啊 for 第七课 就是 geometric coordinate 就是这个完全的延伸 然后 uncle model max 自己本身 他的那个第六课的 linear inequality 啊还有那个 linear motion那边也是直线 所以呃我可以这样讲 model max 的上半年都是在讲 quadratic model max 的下半年都是在讲直线 y.mx 加 c 所以你的 y.mx 加 c 这个你要加强这样 ok 所以呃这就是 form 1 到 form 3 长处的一些提醒